当时网文域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我们接下来准备一些关键的出入关键词 然后说对这个关键词来给我们剧点结果 三个出入口词 可以 你说能不能 我能说不能吗 杨仙姐姐 我陪你看热闹 你叫虚空之泪 虚空之泪 哎呦 这个东西吧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么一个大绝招 但是呢 这个其实对于月初来说 想要提炼出这个大绝招 是非常有具有难度的一件事情 关键是吧 要是你使用了这个大绝招 就是所有的世界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就是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吧 杨仙姐姐 天哪 我都不知道我叫了多少个声音 杨仙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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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仙姐姐天天就跟 哎呀热情似乎我的小奶狗一样 我天 前期的时候 因为她确实为了讨好杨仙姐姐在屠山生活下去 她没有办法 其实其实很多时候基本上没有叫过杨仙姐姐 因为月初成熟了之后大家都不用 我也不用杨仙姐姐相称了 我是叫红红 对其实还挺怀念这个称呼的 就是年下来就点 是 所以月初从一个小奶狗变成了小狼狗 就叫红红 其实杨仙姐我觉得对于月初来说是一种力量吧 最后一集我不说内容哈 我说咱们要不把这个 这个因为前期因为叫很多次要不咱们把杨仙姐给找回来 所以在最后一集快安定的时候我叫了一声 所以大家到时候去get就能知道我说的那个点 对于我之前的这个古装来说 咱们这部戏 力度还有一些新的科技特别多 基本上我感觉我们都住在棚里面 百分之八九十 八十吧至少也有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都得靠自己想象 包括这个捷印的方式 就是手势 很多时候都自己靠 就靠自己想象 还有好多昨天那个放花絮 我在那个说那个我那个叫什么 呃 叫什么虐什么虐 叫一个那个那个 这个战损战损的状态 在那个风打风里面行走 除了风是真的 其他都是靠自己想象 还有一些沙子呀乱搞到的 都得靠自己去发挥烟 少年一天我消失了 嗯 以后不会有一丝不熟 嗯 是 但其实这也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吧 所以演员要有信念感 你怎么会想看你的这个战损状 是那 就是说啊 啊 未来 有机会也尝试 让他 再尝试吧 你这个角色是比较小的气质 其实挺多的挺多的 尤其前妻 哎呀这角色 他是一个小霸王啊 我给他称为涂山小霸王 在涂山除了这个 哄哄谁也欺负不了他 他在涂山是横着走的 要是在狗里面 好我觉得他是边木啊 你你他不是那种啊 小奶狗啊 看人看人的眼色形式 非常聪明 啊就跟边木一样 好多就比如说细节 比如说掉叶子哈 今天我看到花絮 还有这个 啊拿一些小扫帚啊 装可爱哈 他不是装的 他就真的可爱 但是对我来说是装可爱 反正后面 这个角色真的给我 对我来说发挥空间很大 他的这个割裂感 其实还蛮强的 啊前面和后面 安排预测的整个贺人的 一个成长线模仿 您觉得他的方方是客 哎呀他太多了 我觉得他前妻 这个各种 花絮也看到啊 我这个啊 其实身材还可以 I got this thing 为了这个戏我真的是每天都有时间我就脸真的 其次呢是他内核的一些高光 这部戏其实讲了很多关于爱 怎么去理解爱怎么去处理爱的隔阂 怎么去表达爱其实有很多 那昨天有看到是 是夫乐的这个外星的物料吧 你一种听到吗 非常满意啊非常满意 阵容可谓之强的 我翻唱呀我感觉里面 我都这个 我的声音哈 我觉得我偏低的 我唱不上去啊 再说吧 我如果有一首歌来形容东方月初 我觉得是张杰老师唱的如梦 好多内容感觉能够带入到咱们月初身上 而且他很热爱唱得也很唱得也很好听 不会 但他那么高 你让我唱啊 你看玩笑 红混的话 如果是红混的话 我觉得是黄岐山老师的守护 因为他就像歌名一样 他作为图山的大当家守护着整个图山 守护着整个图山的安危 我们看到东方月初的图山红混就是 是快乐小狗和李英姐姐的组合 然后 但这种提出气助您觉得谁会主色 比起 嗯 其实我俩跟角色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其实月初不太像我 他平时很炸雅糊糊 然后我演完月初就就想休息 因为演他有点累 天天炸雅糊糊的话也挺多 那个嘴巴特别碎 然后 蜜姐呢 其实蜜姐跟红混有的时候还挺贴 不管是演戏的时候 还是咱们在戏里的时候 有的时候给咱组的一些演员 包括我一些小建议之类的 您看这一期几条就是 幼稚糊糊糊会让的感情 能够对哪一站印象比较舒服 挺多的 就是咱们这一季哈 整个大家感觉 包括哥哥弟弟 大家都很放松 对一种状态 大家也都能开开玩笑 玩得很开心 我觉得新疆挺好玩的 而且新疆美食哈 太好吃了 天天这个肉哈 天天吃到 吃到后边我都想吃素 天天 太好吃了 因为那个烤肉和各种美食 新疆美食太多了 推荐大家到咱们美丽的新疆 去玩去感受 这个咱们 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这玩意评价是娱乐圈 最快乐的男人 就有乐和好 是快乐的秘诀 给大家分散分散 啊 去快乐的秘诀 啊 就是说你们看到的状态 是这个镜头前面的状态 啊就是说下半啊 其实也不想说话 想戴戴上耳机 就说休息啊 也也就想躺着 但没办法 你是公众人物嘛 对吧 你得把快乐传递给大家 这是你最重要的使命 啊 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 哎 我在网上哈 给自己的定义 大家可以看到简介 我叫做高冷男神 啊 这很多社会人 也不搞了 没事 咱就说人设先立在这里 大家看到哈 唱歌哈 大家喜欢听我唱歌 能带给大家快乐 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 随着道乡和继续奔跑 微微笑 小时候的那我知道 好了 再唱一个半强 真的非常好 再唱一个半强 哎呦 半强住了我们 这个我就取一个新鲜的词 叫做 鹰痴小百灵 啊不对 鹰痴老百灵 啊 这个 又鹰痴又爱唱歌 又是百灵鸟 对吧 然后啊 大家都看到 哎呀 这个形象还是可以的 还算有点姿色 哈哈 啊 长得有点小帅啊 有点小帅 啊 哥哥 说得我汗得出来 你这个超绝的松石杆 是否则的呈呈 你所感觉的心态上 你也比较不是内耗的 这种美秀 你说不内耗吧 其实也会耗啊 但是可能没那么内耗啊 解压的方式啊 好好休息 首先最重要 怎么去解压 我觉得这这 这个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一定要分散自己注意力 如果说要看你喜欢什么 对吧 有些人喜欢发泄的方式啊 去玩玩这个 游乐场玩玩啊 或者去密室啊 发泄一下 或者是去这个周边啊 自驾游 去野营一下啊 找朋友喝喝酒啊 什么的一些 自己让自己舒服的方式 我觉得这都不实为一种办法 或者健身 对吧 看电影这都行 看你自己想 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最后给我们安逸一下 就是狐狗小红娘的股票呢 首先呢 非常感谢央视网对我的采访啊 然后呢 我们狐狭小红娘月红篇 是一部非常有诚意的良心之作 所以呢希望你们啊 在追剧的同时 能够开心的享受这样的一个氛围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古风故事 他绝对是用最热烈的方式 我最近这个哈 我要说一下 我团队有一个非常油腻的同事 他跟我们比过 他是个男同事哈 他非常 他性格非常热情 他给大家比啊 他把手放进去 这么比心 这么比这么比 就感觉心脏在跳动 但我当时他给大家比的时候 大家都被油到了 挺好玩的 反正